溜溜答答看世界,不慌不忙走天涯,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,港珠澳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座跨海大桥,连接香港大雨山,澳门半岛和广东省珠海市 全长约为55公里,设计时速100公里,目前大桥将于2018年第二季度通车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创造诸多的世界纪录,比如,城管隧道是全球最长的公路城管隧道和全球唯一的深埋城管隧道 整座大桥从概念规划到建设完成,耗时近15年的时间 相比大桥本身建设难度,港珠澳大桥建成的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更大 党珠澳大桥将加强香港和澳门与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,从而将带活整个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的发展,也会使珠江三角洲城市群,成为东京湾、纽约之后的第三大世界级的城市群 这个城市群被外媒称为THGREATERBAY,人口6800万,GDP高达9万 一人民币,也就是说,这里不到1%的土地,5%的人口,带动了中国12%左右的GDP总量 因此,港珠澳大桥战略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港珠澳大桥将极大缩短香港、澳门和珠海之间的交通时间 三个城市之间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完全到达 港珠澳大桥还将带动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,例如深圳、中山和江门等 除此之外,港珠澳大桥也将成为世界级的旅游景点,你可以在这里体验在海上驾车驰骋的感觉 在这里行驶,一眼望不到陆地,会有种别样的感觉 港珠澳大桥是世界第七长的大桥,虽然在建设之 出售到了很多的争议,不过,从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来看 这座大桥建设还是非常必要的,大家觉得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